我反对废除死刑 我更反对大法官侵犯立法权 用宪法解释的方式来偷渡死刑的废除 大法官举行了死刑的宪法法庭辩论 但是这个宪法法庭辩论 被公众质疑只是一个过场 为什么 因为大法官竟然打破了法官不语的原则 直接在宪法法庭上透露了他的心证 我们为什么要跟民意妥协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宪法教育 大法官已经在位废除死刑铺梗了 可是在这边我要非常沉重的 来请大法官好好深思几件事情 第一件是全台湾有八成以上的名义 反对废除死刑 大法官你凭什么凌驾这八成反对废死的名义 第二个宪法当中宪法当中宪政的权利 如果要废除死刑也必须透过立法院来废除 这是立法院的核心宪政职能 大法官启荣僭越 第三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的大法官解释 三度宣告死刑核线 而现在许多的大法官都即将卸任 在卸任前推翻过去的大法官的核线解释 这是否妥当 这边我也要告诉大法官 如果真的要废除死刑 应该要透过政治部门来解决 就像其他国家 美国日本没有废除死刑 但是欧洲废除死刑 也是透过包括立法或是公投的方式来解决 也就是说 基本上要回到人民决定民主至上的这个原则 比方说 在我的大安区 实际上主张废除死刑的苗伯雅 他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要贯彻废除死刑的主张跟信念 就去参选 赢得立法委员之后 进到国会 你就有名义后盾来进行修法 大法官要废除死刑 可以学学苗伯雅去参选立法委员 而在大安区最后选举结果很清楚 罗志强主张反对废除死刑 我胜出 所以我一定秉持对选民的承诺 坚决反对废除死刑 谢谢